这一次的北海岸重灾 位在金山的法谷山慈祭志工 一早也前往关怀 索性法师跟道场一切平安 而且法谷山的法师们今天也出动了 协助受灾民众打扫家园 也送上法师们的关怀 而北区的慈祭志工 包含了台北慈祭医院的医护人员 今天也走访了东北海岸地区 挨家挨户的访饰 很多的医护人员是利用自己难得的休假 穿上雨鞋弯着腰 亲自的帮受灾的家户打扫 这是妈妈的雨鞋 我想说穿着妈妈雨鞋一起来 把使命穿在脚上 每一步踩起来更加踏实 台风大雨过后 刺激志工在北海岸大清扫 不仅是协助居民扫除淤泥 也希望能一扫心中阴霾 人一会爱相随 我上班的地方在基隆 其实基隆也有淹水 所以我们大概也了解说 灾民心理很焦急 然后因为我妈妈本身也是 也是志工 那以前污赖打扫的时候 她就有去过 这一次我妈妈是说 她年纪有点大 她可能没有办法报名 我想说 我也是志工了啦 就是妈妈的责任 我应该承担下来 我们在听房事主跟岸家 在聊天的时候 可能知道老人家 有没有什么血压高的问题 或者是人不舒服的问题 或者是有外伤 我们就可以立刻给予处置 如果师兄师姐不小心打扫 有受伤的时候 我们可以立即给予协助 上百位志工舍弃假期 到灾区报到 这次召集非常临时 但大家都很给力 除了关怀住家 山脚下的万里大棚国小 也难逃泥水冲击 第一次比较低 水都积到那边的柜子 那所有水要一直往外 把它扫出来 四五个人合作 将教室积水清出来 不说看不出来他们的真实身份 有护理师 物质师 还有医院厨师等等 可能就是太多泥巴了 所以就是很需要很多的水 但刚水压又不够 所以就比较不好清 然后大家要分工合作 有些小时候去高雄打扫的 然后有这个医院在北部 然后就流到北部 因为教育其实是很重要的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给它一个干净的环境 他们赶快复原 然后赶快去学习的话 也是一件好事情 因为每天看很多生老病死 就会觉得 那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留下一点什么 满满泥土不好清 几位男丁使用强力水柱 刷地板刷到自己 也满身泥巴 有一位是中医师 从学生时期 就开始参与灾后清扫行动 总是需要人家去处理 要不然小朋友上几课来 可能也走路都烂泥巴 那使用的东西都是烂泥巴 那我们就是 只是尽一些小小力量 不计较付出 要花多少力量 只期盼能尽自己所有 给出温暖 就是生命里很值得的事 大海新闻 林怡婷谢启全 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